以高端餐饮理念以及体验为主的饮食文化 正悄悄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兴起 售卖高端饮食 如无菜单料理和精致料理的餐厅是不断的涌现 那今天呢 祝愿天下 我们到柔佛新山去走一趟 看看当地的饮食市场 在疫情之后呢 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优雅及高级氛围感的装修格调 开放式的厨房 让顾客在等待精致料理上桌的同时 也能欣赏厨师 全神贯注的烹饪料理和摆盘的过程 这家开在柔佛新山 伊斯干达区的现代法式料理餐厅 食材主要来自日本和法国 并推出两份不同的菜单 而这两份菜单还有特别的名堂 Pepers menu跟Meterized menu Pepers menu就是 Pepers就是鹅卵食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 menu 是我们的Fixed menu 每一道菜其实用的食材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一直在改变的是 可能它的烹调 它的所有的一些甜品之类的东西 这样Meterized menu是隐食 就是好像流行这样子 你看到流行的时候你会去取愿 所以我们这个 menu 是可以给顾客来取愿的 就是说客人 你可能是想要特别一些的食材 你都可以在定位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宣称能带来流星般惊喜的陨食套餐 药价接近700令吉 业者认为 疫情后当地食客对精致料理的接受度 逐渐提高 MCO之间的时候 我们有差不多70%都是新加坡客 还有一些外国人 以现在的生意来讲 差不多有50%是我们本地的顾客 20%是新加坡客 有30%是可能在这边居住 或者是在新加坡的外国人 有差不多40%顾客打电话来 就是这边的 menu是哪一个 最贵的是哪一个 有没有海胆之类这样子 就是全部都是找一些 比较高端的食材的 顾客是蛮多的 误入了后疫情时代 除了精致料理之外 另一个开始走入 大众视野的高档饮食 便是最近颇为流行的 无菜单料理 选择消费这类型料理的顾客 在抵达餐厅正式用餐前 都无法得知 当天会品尝到什么菜色 这家隐藏在住宅区的 无菜单料理餐厅 在去年10月份 也加入了高档饮食业的行列 我们本来是做外卖 后来10月开放堂食过后 顾客就在这里吃 吃了过后他们就讲 他们想要不同的食材 要试一下这个和牛 海胆 这些比较高级的鹅干这些菜 然后就他们吃了 他们就拍照 拍照他们的朋友就看到了 就问这是哪里 他们也想要来吃 因为我们是家庭室 没有办法像餐厅那样子 就有很多菜单 给顾客选择 有什么信心 我们就出什么东西 然后看顾客的预算 最低消费一个人是80块 有吃和牛就大概300多 业者说开业至今 几乎每天都有客人预约位置 近期的周末甚至还有订单爆满的现象 更让他惊讶的是 客户群大部分都是本地客 大概90%是本地客 因为我们这里是无空调的 就是通风的 反而就很多人喜欢这样的环境 这里带老人家 推着轮椅来都可以 带小孩子也是可以 小孩子他们吃饱了 他们还会跑来跑去 就在这里玩 观察家认为 除了现代年轻人消费能力提高 新加坡顾客群的高消费能力 也是造成新山高档餐厅 越开越多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被封锁了两年 很郁闷 大家都有一种抱护心态 去消费 也错成整个高档次 Omakase Fine Lightning 如以后春笋的一个情况 马币新币的兑换力 越来越明显 在新加坡赚起新币的马来西亚人 那么一回来以后 所有的消费都是除3.2 对他们来讲 其实根本都是一般的消费 年轻人再加上新加坡人 还有在新加坡赚起新币的马来西亚人 我相信他们都会继续支持 这个消费市场 疫情期间落实的各项防疫措施 让人们无法自由自在 以及安心地与亲友们相聚 不过随着限制放宽 大家又开始呼朋唤友地忙个聚餐 而最能感受到热闹欢愉气氛的火锅店 也成了新山人的聚餐首选 热气腾腾的锅底 把食材往汤里一加 周围瞬间香飘四溢 火锅味热闹而生 尤其在疫情以后 火锅店成了众人聚餐的好去处 曾经是一名西市料理厨师的洪济盛 便是看准了这个好时机 在去年三月踏入火锅行业 他说疫情好转及边境开放 对于火锅业者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像火锅这一行在lockdown的时候 大家都在居家办公的时候 我们的火锅都是没有什么生意 可以开始堂食了之后 我们的生意肯定是很快的上升 在边境开放之后 有一些新加坡的游子回来 跟家人聚餐 还有一些新加坡游客进来消费 这些顾客大概有增加25到35% 火锅具备很高的社交属性 跟家人聚餐 同事聚餐 全部都可以 在天气炎热的马来西亚 火锅能成为时下最流行的 餐饮业之一 业者认为主要推手来自社交媒体 在年轻人 他们很多都很了解麻辣火锅 要吃什么 比如说四川有火锅三宝 牛毛肚 猪黄猴 还有鸭肠 这些 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都自己会点这些火锅三宝 因为最近抖音的趋势是很强 然后抖音也宣传得到这些麻辣火锅 什么这些 所以我觉得社交媒体 对于这些我们的餐饮习惯 或者流行都有影响 今年32岁的王伟杰 曾经在新加坡当了十年厨师 后来在五年前回到马国创业 经营一家餐馆 同时提供私厨服务 可是一场疫情打击 让他的饮食事业一度陷入僵局 后来尽管疫情好转 却因为人手不足 而在去年决定转型 开设自助式火锅店 火锅业者对于厨师的要求 功夫底子不需要太高 因为火锅业其实它是可以复制性的 只要跟着SOP 就可以做成一个火锅堂底出来了 王伟杰透露 去年12月开业后 生意一度一落千丈 庆幸的是边境开放后 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客源 边境开了过后 应该有翻了两到三倍 很夸张 新加坡客有占了二到三十巴仙 加油纸最少会占了五十个巴仙 因为很多人就是两年没有回来了 然后就带着家里人父母 一起出来用餐团聚什么那些 在生意量有所好转的当儿 王伟杰接着要面对的 就是人手和百物上涨的问题 开放后 生意量都有暴增 都有回复了 可是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人手做工 看到钱赚不到 不只是食材 包括我们的工钱 我们的租金 水电费 都有感觉到不断地一直在提升 所以要迎合市场 只可以把价钱调高一些 然后我们也把大家的工钱再调上来 即使火锅业 接下来还需要面对种种的挑战 但是业者都对火锅业未来的发展 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因为火锅已经开始商业化 就是我不用等到过年才来吃火锅 我们是属于单点火锅 就是你可以选择要吃什么样的菜品 看形式 好像支柱火锅 可能你还一个价钱可以吃到痛快 吃到饱 又是另外一种形式 以前很多人就是只有年轻人才吃火锅 可是现在就是各阶层的人都可以吃火锅 然后甚至派对 公司聚餐 朋友聚会 基本都很多人选择在火锅店 请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